阿们 奉九书圣明 我们进入第四节课 一起学习 是主的恩典 你看到 我真的希望你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重新定位的事情 有多么多么多么的难 你们真的看完的时候 昨天听完 早上又听完的时候 仿佛好像听懂了 对不对 可是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难做 真的非常的难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没有碰到的时候 其实自己不会转那个思想的 不会 所以我现在反问你们 就是说 耶稣基督在圣经真理里面说 患难与我们有益 是不是其实是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不动 我们不改 所以他只好透过很多的事情 来帮助我们成长 那我为什么一直要透过教育的方式 跟大家一起分享 主要是因为 我觉得 我们真正碰到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很辛苦 那一定神也会带我们走过那辛苦死硬的忧骨 只是说 那个辛苦付出的代价 在那一段日子 其实你可以做更多其他的事情 因为真理教我们 有耳朵就听就去行的 是大有福气的人 对吗 你们其实都知道这些真理 可是呢 我们一直在讲重新定位 重新定位 我这么有感情的跟你们分享了两到三个活生生的见证的时候 你们爸爸妈妈还是很着急的会问我说 为什么我的孩子不听我说话 他不听话 我该怎么揍他 等等的时候 假如你只剩下明天 你还想揍他吗 你懂我在说什么 我一直要你们调整整个 这个是最难的东西 你不动的话 你听两百节课是没有用的 你印两万张的CD也没有用的 真的没有用 因为在乎你跟我脑子要转过来 就是说 我今天怎么看这个孩子 我今天怎么在耶稣的前面 谦卑的领受神给我的恩典 你如果不能连到这个上面 讲白一点 就是你一定要碰到你才要改吗 你懂吗 很苦的 真的很苦的 因为我们看这么多 家庭不是你想象这样子的 很苦的 可是为什么今天你还可以这样子来到教会 那真的是好多好多额外的恩典 你知道那种法官判人的时候 叫做法外开恩 真的给你额外的恩典 你不晓得 拿了这个恩典去教孩子 去教神的孩子 这样子的揍他 这样子的恐吓他 我不知道 后来会是什么 可是我真的会有一点 有感情的 请你们 那个大脑要转 重新定位 不是讲一个钟头 听完就会的 他必须透过练习 我为什么这一次 全部是这么笼统 这么大的 跟你们介绍整块的东西 是因为 我希望可以再来 假如你们喜欢的话 可以再来 每一个 我们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 所讲介绍的每一个小东西 都要透过练习的 都要透过每一天生活里面 重新去练习改变的 这一次都没有教方法 是因为基础的东西 如果你不觉得这是从神来的 我们什么都不要讲 我又重复这句话 你回去听CD 你会一直听到重样这句话 你就把它跳掉 没关系 因为你真的很棒 我真的觉得父母亲 觉得自己真的很棒 就是掌握在我的手掌心 这样子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 小不小的外面的世界 好 不能再骂你们了 要过半个钟头 再让你们服一次药 现在我们要讲一些轻松的话题 既然一直问方法 一直问方法 我如果不露两招给你看 你仿佛当我也是不算什么老师 对不对 我觉得你们很喜欢听方法 那么呢 我就介绍几个方法 回家练习 我告诉你哦 为什么摆在第四节最后一堂课 不然的话 我一开始就介绍方法 没有谦卑的基础 跟爱的基础的话 我一定活生生的 在这里变成司提凡 你等一下看这些方法 有多么的为难 第一 帮助青少年的孩子 青少年就是十二以上 十三以上的孩子 假如你家里有 帮助他们 赶快跟他们讨论 还是去发现 你用什么方法都好 这个我没办法去你家住 你一定要去想 发现 要帮助他找一个活动 或是运动 会动的东西 为什么 刚刚那一节课 介绍神经元 不是有手 要连结吗 你知道他要连结 不是坐在这里 做笔记就连结 你知道吗 也不是透过一个老师 跟他讨论讲话就连结 你知道吗 他唯一连结的途径 只有一个 就是动 他如果没有运动 没有活动 他的神经元的 啾啾不会连结 他只会一颗一颗的神经元 随着他的年纪的增长 一颗单颗的变成熟 也就是他的理解力 变成熟 就他知道你在说什么 可是他没有办法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的神经元 就是成熟度 理解的东西 应用在他的动作上 懂吗 他没有办法 他只能知道 可是他没有办法做 那是因为他没有连结 连结只有一个途径 请重复一下 靠动 所以弟兄姐妹 你们回想一下 为什么 你们听道理 听这么多 没有办法行 什么 因为你的神经元的啾啾 也是没有连结 真的啊 你随随便便来找我讲话 带孩子来给我看 我一看到我就会跟你讲 你的脑不OK 你先不要管你的孩子 你的脑都不OK 你脑不OK 你怎么管他 你有看过吗 飞机上空中小姐说 氧气罩掉下来的时候 先罩住谁 自己 你都已经不OK了 你一直要罩他 你听我说什么 你自己的神经元都没有连好 你一直叫他听你说话 你是不OK的人 他听你说完了 他怎么面对社会 因为你不OK了 你已经这样 然后你一直说 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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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听完了 他就照你的 他照你的就完了 这个世界哪里像你这样子的 这样子就可以活下去 没有的 所以不能一直听你的 好不好 所以你看 接着骂下去 你们不走 我们的神经元没有连好 所以我们不论听到多美好的道理 在那一刹那会丢两滴眼泪出来 一出了这个大门 我就是一条好汉 懂吗 因为神经元没有连结 所以神经元怎么连结 懂 跟你们一样 你们都是人 你们要懂 从今天开始 约着你青少年的朋友 孩子 不论他同意 不同意 你一定要花时间 陪他懂 陪他懂 跑步 两个人去跑 爸爸带着儿子跑 妈妈带着女儿跑 去跑 你们如果愿意跑 你们就有希望 你们如果不愿意跑 就没有希望 你们想听方法 方法一 就是跑步 听不下去了吧 你以为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吗 你知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 有一种医生是非常逊咖的 跟我一样 就是说 一心一心 我感冒流瓶水 哪有症 这样 就一心就看一看 就说 你这不要紧了 回去 休息多喝开水 睡觉 这什么医生 我再来看你 不然开两条腰 我给你 你就不去找他了 有没有 有没有 因为他讲的是最基础的 你不要做 你想要吞药丸 有没有 所以呢 你就会再去找第二个医生 所以我们这种讯咖的 就是只讲基础 说跑步 你知道 啊有 坐那久 听了四节课 就是要听你跑步 这样 我就是真的 我是不好的医生 因为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好不好 你想要听更多的 你自己想办法 请老师去请别的人来 或是请 买书来看 随便你 这是你的选择 但是你问到我 我就要告诉你 神经元的连结 需要透过动 如果你 他在学校 一天已经 情绪紧绷 精神涣散 很多很多的烦恼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说 高峰期进来的时候 是无聊 对不对 所有东西都叫一个 凡字 的总称叫无聊 这个东西进来的时候 如果你回到家 你又这样子 跟他说话的时候 那个叫做 凡上加凡 请问你是一个人类 你的先生 或是你的太太 或是你们家的人 只要在你凡的时候 继续的告诉你 这样子的时候 请问你的动作是什么 你会在那边说 谢谢你 谢谢你 你真的好爱我 会吗 你一定不会的嘛 你会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讲了 我进房间一下 让我安静一下 有没有 这是正常人类嘛 为什么你的孩子 不行呢 我不懂 我不懂了 在这边 就是你可以这样做 可是 你的孩子不能这样做 他进房间 给我出来 什么态度 我在讲话 你敢关房门 给我出来 不然我破门而入 有没有 有没有 嗯 结果他破窗而逃 然后你们就上演了 第一个器码 运动 就在公园的附近 不断地追逐 非常的好 你要用这个方法 运动也很好 那我是建议你说 你可以约着他 一起去运动 不论他今天高兴 还是不高兴 还是什么什么 邀请他 邀请 像你们朋友 邀请 等一下下去的方法 就更劲爆了 你们一定要准备好石头 我没办法帮你 我只能介绍你方法 因为你这么想听方法 你看我就不再讲圣经的大道理 因为你们厌倦真理 找一个活动 可以运动的方式 带他们做 好不好 想办法 哎 嘿 这样一直打球 打球 打进哈佛 你知道吗 拜托 这样 一直看杂志 也不学 还说你们多会看外面的书 看也 外面也不看 里面也不看 打球会进哈佛 为什么 因为他的爸爸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说 他只要会动 就会读书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神经元连结的重要 五岁半开始 在篮球场上 每一天跟他打球 一个半小时 每天晚上八点 这个爸爸非常的伟大 爸爸们 加油 虽然错过了黄金期 但是现在还是可以邀请 如果他真的不愿意跟你出来动的话 你还是要动 因为你的神经元需要连结 你动三次 他就会出来了 好不好 邀请他 那甚至于 不要因为邀请 又造成了什么 争执 可以问他 其实 你想要做什么呢 动的方面 你想 你喜欢什么呢 或是你其实曾经观察过他 因为十三岁之后 你其实不会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只是你不准他去做而已 那那个做其实无伤大 有一些的习惯是很好的 比如说他就是喜欢打球 他就是喜欢什么 只要会动的 就是连结神经元 抓住第一个 好不好 可是呢 我有另外一个case 我有一个孩子 真的进了哈佛了 后来也是不行 精神分裂 是我们的孩子 那 现在又要请问你了 你一定要把他推进这样的学校 你就觉得你人生就完成了一件大事吗 也不见得 还是有一个情况 他会沮丧 因为他被压抑之后会沮丧 他有能力进到好的学校 是因为他的智商够高 可是情感不行 那情感会把他整个拖下来 这是另外一块 我们可能以后可以聊到的 一些精神上面的课题 那我们现在继续的讲 免得被你们看低了 第二个方法就是减少烦的环境 我们刚才已经说 孩子在家里面 因为已经不能够摆脱十年的光景 在这十年光景 他经历了许多的苦难 那么在这个苦难当中 他慢慢练习生存下来 跟你知道怎么样运作 他知道你的脸色往哪边歪的时候 他要做什么事 所以他其实已经有一套生活的模式 那这个生活的模式不一定是正确的 你知道吗 那不一定是正确的时候 康庄大道容易被扑出来 他以后长大会以为是正确的 你懂吗 这个会很可惜 那这个东西如果出现的时候 我们到后期就像你们现在 就是不太OK的脑子 我们就很难帮助你改变 因为你可以一直做笔记一直听 可是一样不会变 知道吗 因为神经元已经断掉了 神经元断掉 本来有接好又会断掉 是为什么呢 因为压力 因为沮丧 因为不快乐 因为很多的吵架 这些都会阻断我们的神经元 可是神经元在里面又看不见 请问老师 在现实的生活怎么去表现出来 第一个就是睡眠 如果你们都有睡眠上面的困扰 神经元已经断掉非常的多 就是该睡的时候睡不着 这样有说到吗 有一半一生的人都有睡眠的困扰 信仰说最后都失眠 很恐怖 这个传出去也是不好听的 信耶稣耶 耶稣带给你盼望跟喜乐 你应该是全世界里面 唯一仅存的一群人类 是没有睡眠障碍的 可是为什么我们有睡眠障碍 因为神经元断掉了 有连过又断掉了 那断掉是因为不能行道 从行道 就是你做不到听到的东西 听是一回事 做是一回事 那个其实就是第一个症状 神经元断掉 第二个症状就是睡眠困扰 第三个症状就是记忆力减退 你以为你变老了才记忆力减退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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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看过 有一些老人的记忆非常的好 为什么 他脸的可厉害呢 所以当你这三件事情都发生 你检视自己的时候 有一个衡量表格 你就说 哎呦老师 我三个都中奖 那你就属于高危险群的 也就是说 什么高危险群 你进入到五十岁之后的人生下半场的时候 精神状况比较不稳定 你容易进入到精神上面的东西 是什么 我不晓得 那有的人在进入五十岁之前 已经开始有其他的症状出来 就是睡睡眠 不断的睡睡眠 我觉得台语很传神 是睡睡眠 就他绕一圈回来讲同样的事 绕一圈又讲同样的事 那个叫转转念 所以转转念是另外一个症状出现 也就是说神经炎断得差不多了 他必须释放里面的能量 好像一座火山一样 他不是这样爆炸的 他是用转转念不断地释出这样的能量出来 你在家里面如果看见你自己的家人 有转转念的现象 请他听这张CD 好不好 吃一颗药给他 另外一种 怎么样可以看到神经炎已经断掉 但是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透过生活作息出来 不断地做事情 不断地做家事 窗户已经干净了 一直擦 茶几已经干净了 一直擦 不断地擦 不断地擦 一直看有没有灰尘 这是另外一种神经炎断掉的表现 这都是出现在五十岁之前的 那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去改变它 大脑不重新定位的话 五十岁之后就会进入精神的东西 那是什么 我们不晓得 因为非常的广泛 精神疾病超过千种 有一些是看不出来的 好不好 好 介绍完你们的 继续讲青少年 所以 减低烦的环境的意思是说 我就会跟我的孩子 来 今天坐下来 约好一件事情 就是说 在这个家里面 你觉得哪些事情是烦的 我们列下来 我也列 你也列 好 我们各自写 写好了之后 拿出来看 好 我们交换 好 那孩子写的烦的事情 我们就贴在我们的房间 我们觉得很烦的事情 请他贴在他的房间 然后从此之后 你每次进到房间就读一下 那十条诫命 你读完之后 你就一直要告诉自己 啊 因为这样子他觉得烦 为什么我要他们写呢 你不要觉得说 这样子是不是把孩子的习惯养坏了 不是 是因为我要帮助他 快一点神经元连接起来 听得懂你说话 可是这个环境 如果不营造出来的话 他永远听不懂你说话 懂吗 他现在只会应付你说话 不是懂你说话 这是两件事 应付就是站在你的前面 一直的眼睛大大的看着你 其实他在看后面的时钟 懂吗 不要被他骗了 好不好 所以减低烦的环境 是你自己回家做的练习 回家自己写 第三 设定说话的时间 是谁说话 是他说话 为了在十八岁之后 他要面对人生 另一波的挑战跟困境 他要先把他之前的话 通通说给你听之后 他会跟你产生连结 这个的心理非常的重要 很多人忽略这个 十八岁之后 他遇到所有的事情 不再告诉你了 爸爸妈妈 假如你听得懂 或是你经历过 你大概会知道我在说什么 今天你的婚姻 如果出了状况的时候 请问你会告诉你的父母吗 不一定了吧 今天假如你生了重病的时候 你会告诉你的父母吗 不一定了吧 为什么 因为你怕他们担心 对不对 你真的是孝顺的孩子 好 那现在反过来讲 你变成父母了 请问你想知道你的孩子在生活中遇见了困境吗 不想 不想 请问你的孩子生重病的时候你想知道吗 也不太想 所以你们是一个矛盾的人 可是如果你刚才说的都是对 yes的话 你就是那个人 你有没有看见 你有没有看见你的矛盾 你对着后面的父母 我不能让他担心 可是那个父母就觉得 你爱跟我说 因为我是你老母 我是你老爸 我就关心你的 好 这样的句嘛 上演对不对 现在你的孩子 这么小看起来 对不对 他一样的会走这条路 所以18岁之后 他就不会再告诉你 他生活发生的事情 请问 如果你OK 你同意 那么就照你现在的方式继续教他 可是如果你觉得不行 人生的路后面会遇到许多的困境 我希望可以知道他在哪里 他遇到什么事情 会跟我分享 让我帮他一起祷告的话 你就要改变方式 这样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改变什么 营造降低烦的空间 因为一烦 他就不愿意开口 一不愿意开口 他会连结 看到你的形象 他讲不出来 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矛盾 不是你有多孝顺 不愿意他担心 而是你说出来 你怕他转转念 懂吗 你的孩子遇到困难 为什么他不会找父母 他一定天生就会找父母 可是一想到你的脸孔 会转转念 算了吧 电话一拿起来 可能两个钟头被骂不停 我才开了一个口说 骂我遇到事情 你是遇到什么事情 你一天都遇到事情 很奇怪 以前就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未来也是这样 你是都不知道 教徒主小 你是想得胜利 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就觉得不要告诉你了 好不好 为什么 因为以前你已经生活在烦的空间太多了 所以你那个已经不连结了 你跟父母心不能连结 那这个是已经是我们这一代的伤痛 你为什么要重样的重复在你孩子的伤痛上面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岂不是一个最爱他的父母亲 你岂不是一个现代的父母亲 最懂爱孩子的人吗 你为什么重复上一代的东西呢 懂吗 好不好 懂我的意思 降低烦的空间 是什么意思 每个星期天 或是每个星期六 我不知道你们的生活作息 选一个时间 15分钟就好 坐在一个茶几旁边 现在的孩子喜欢喝东西 跟他约在红茶店 约在星巴克店 都可以 手机简讯给他 他喜欢这一套 他把你当朋友 你就手机简讯 说三点钟 星巴克不见不散 去到那边的时候 坐在那里 你要营造嘛 坐在那里的时候 来孩子 这15分钟 是你讲话的时间 我一定要闭嘴 你就坐在那边听 他不讲话 第一次 没有关系 15分钟一到 OK 我们回家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到第五次的时候 他会开口 他会说 你写冲什么 OK 那个表示 他开始讲话了 你就说 我没有要做什么 我只是想听你说话 这么简单 不要讲大道理 他的字不能太多 我只是想听你说话 说什么 随便 没东西说 OK 我们的字很少 要学 能做得到吗 乱点头 高估自己的能力 很苦的 我有一个妈妈 上完课 老师 我决定 要有无比的爱 爱我的孩子 就回家 结果那天晚上 就说 孩子 妈妈今天上了一课 非常的感动的课 妈妈决定问你 在过去的这一年 妈妈 有做错什么地方 请你说 妈妈要无比的爱 包容你 妈妈很勇敢 只是妈妈 药吞的不够多 这个孩子就看了很久 你吃错药吗 那因为妈妈有上课 知道所有这些的反击 都是正常的 所以妈妈就说 嗯 嗯 吃错 嗯 因为要不能 讲话不能太多 你要学我 讲话不能太多 跟青少年讲话 越短越好 越精简 越有力量 就嗯 因为他都有学 整套学去用 嗯嗯 嗯 然后孩子说 你确定 嗯 那我说了 嗯嗯嗯 你都疯住了吗 他就说 我觉得 你很不会笑 很丢脸 很丢脸耶 他妈妈就 要没有吃 他不知道 反击是这么厉害的 就 那因为又上老师的课 所以他好挣扎 老师叫他不准讲 什么都不准讲 他就 嗯 我觉得过去这一年 你笑的不够多 而且 你喜欢偷人家的通 还有 你去买东西 可不可以对人家好一点 有没有 上个礼拜啊 你去搜狗 跟那个小姐 计较成这样子 哦 我都觉得 基督徒为什么要这样呢 还有 上上次有没有 你到我的学校去 有没有 我已经叫你不要去了 你为什么还要去 你知道吗 你的脸就已经让人家觉得说 我的妈妈 为什么是这样子 明明是基督徒 还跟人家传福音 你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就是天生长这样 你是怎样啊 开骂了 吵起来了 哇 十五分钟 不容易忍的 我告诉你 吵起来了 他忍无可忍 他说 我天生就是长这样 我妈妈生活就是这样子 你是怎样啊 他就这样 马上收哦 刚才不是叫我讲吗 不要再讲了 我去做饭了 就这样子 所以 减低反的环境 是非常不容易的 你们一直想要学方法 我就告诉你们方法哦 但是 练不练得成 在于你们 不容易的 你以为约在哪里见面 他就开口 不容易的 好不好 但是要练五次以上 你才算尽能力 好吗 试试看 主耶稣会帮助你 第三 设定说话的时间 就是要配合 刚刚简一帆的环境 也许你跟他谈话的空间 要转变 比如说在教会的教室里 教会的一个角落里 不要在他的房间说话 也不要在你平常 教训他的场地 的餐桌上说话 我有一个孩子 他到现在三十几岁 他不吃水果 他不吃水果 那有一天 他到教会来的时候 一个好心的阿嬷 就说 喂喂喂 弟兄 今天有泡头呢 你怎么没吃 看到泡头就骂他 弟兄就骂他 你给我葡萄干什么 我不吃葡萄 就骂完了之后 阿嬷也是不知道怎么办 结果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因为他把水果 跟他的爸爸连在一起 因为他的爸爸 在他从很小幼稚园开始 每一天吃水果的时间 教训他 你们不要以为 这是别人的事情 也发生在你家好不好 结果呢 他看到水果 就会想到他的爸爸 那他的爸爸 每一次就是告诉他 你今天哪里没做对 哪里没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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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从小就一直听 一直忍 一直忍 就长大了 他从来没有在那个 吃水果的时间 反驳过一句话 他只有 嗯 哦 因为如果 他说话 他有一次试过 就会遇到什么 闪电 雷梯 这边就会忽然间 歪到这里 你知道吗 从这样子很快吗 所以 同学们 约在外面 的意思是这样子 他够不到你 好 结果我这个同学 他连接了水果 所以他从此不吃水果 我们从来不知道 为什么人不吃水果 原来是跟童年的环境 有关系 所以你的孩子会连接 为什么真理 告诉爸爸很多真理的东西 好特别哦 他跟说父母亲什么 教养孩童到老不偏离的时候 我们昨天说过 这是12岁以前 对不对 好 不偏离哦 这是你们共同的责任 可是特别有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有没有发现 可是他用儿女 他不是用孩童 因为怒气进来 是12岁以后的事情 会存在记忆体里面 会存在脑神经元 然后开始工作 那这一块东西会引起撒旦的注意 因为一个人里面装了怒气之后 就会开一扇门 就容易犯罪 所以大部分会在青少年时期 开始走入犯罪的阶段 开始去尝试犯罪 是因为心中有怒气 懂吗 那这个怒是我们加在他的里面 从很小的时候 可是为什么又提说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呢 因为青少年时期一进入了之后 所有的东西 妈妈只是转转念 有些爸爸转转念 可是爸爸有的很严格 那那个东西出来的时候 圣经真理直接挡在那边 请不要惹他们生气 因为他的生气会进到他的里面 这是我们后来的科学家 告诉我们的事情 所以爸爸要在这一段时期的 六年当中 13到18岁 我们需要忍耐 需要灵修 因为爸爸在这段时间 出来的东西 会进到孩童的生命里面 这个孩童是指青少年了 进去之后 他会连结谁的形象 你们知道吗 天父 因为天父真神 用父性的形象 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告诉我们 他是最爱我们慈爱的父亲 有没有 有没有 那他因为这样子连结 我刚刚已经说水果的连结 有没有 他会连结 爸爸的形象 到天父的形象 所以一个慈爱的爸爸 就是常常用他厚厚的手掌 摸我们的孩子的后脑 一直滑到肩膀这边 爸爸如果常常这样子做 他就会连结 18岁之后 他会认识耶稣 这个是你的工作 可是如果你不摸他 你一直这样教训他 他也连结 天父不会爱我 是因为你的关系 懂吗 有很特别的真理在里面 你们要去看 所以爸爸在家 不能不做事 不能不说话 不能只在看电视 看报纸 吃饭 睡觉 就去上班 爸爸在青春期孩子的身上 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是帮助他 18岁以后 跟天父真神连结 一个爸爸 如果跟孩子 在12岁左右 到青春期 这整个阶段 常常跟他一起吃晚饭 的孩子 他连结 父系 就是连结天父真神的形象 是非常稳定的 可是如果爸爸 常常不在家 常常没有办法 跟孩子一起吃饭 或是爸爸 已经觉得家里够烦 你不要再进来 宁愿晚一点点 才回家的 这个东西 会牺牲了孩子 在后来信仰上的连结 这个非常的重要 他没有特别指名 是母亲 他指名是父亲 是科学家 后来告诉我们的 OK 所以设定说话的时间 是回来这边 需要让他们 不断的说出来 让他可以连结 在他18岁以后的人生 可以连结到 你的身上 跟耶稣的身上 你会知道 他生命的大小事情 你才有机会帮他祷告 祝他一辈之力 爸爸妈妈们 你们已经走到今天 40岁 50岁 60岁的年纪 请问你们 这个问题就是说 你们跟着孩子一起成长 你们觉得人生的后半段 进入婚姻之后 岂是你功课 有没有教 就成功的事情吗 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吧 岂是他的数学 没有考过 就可以解决 他婚姻的困难的事情吗 也不是 对不对 当你走到我的年纪 我们的年纪的时候 你回过头看人生 你会发现 不是你在学校功课 写得好 你就有办法 应付你婚姻的艰难 不是你的功课好 就可以应付 整个社会复杂的挑战 对不对 同意我的说话的话 你今天要重新 把你的大脑转过来 你再看你的孩子 写功课 看你的孩子 做数学 看你的孩子 学校的成绩的时候 请你用另外一个的 转过的大脑 重新看他 鼓励他 告诉他 孩子 青春期 不是小学 青春期 告诉他说 孩子 人生的东西 岂是这个东西 可以完成的呢 你帮助他 把视野扩大 是因为你的一句话 他听不懂第一次 听不懂第二次 第五次之后 他会想 咦 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为什么常常跟我讲 这句话呢 你注意 他会用到 他的同学身上 当他的同学 男女朋友 过不下去的时候 他会告诉他 岂是这样子 就解决了呢 人生还很长的 他就可以帮助人 你懂我意思吗 完全是在于 你说你说话的态度 假如你告诉他 这一体数学没有错 你完蛋了 他也进去了 他知道 人生再也没有希望 因为后来的困境 比一体数学 更难上千百倍 他完全不能连接的时候 他就放弃 懂吗 他放弃的时候 你在哪里 你不知道 重点是这个 你不知道 我的第一个case 我刚刚跟你讲 跑到公园 三晶半夜去祷告 求主救他的时候 你在哪里 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懂吗 重点是这个 我希望你知道 我希望在他困境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一声 爸妈 请帮我祷告 我遇到了困难 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 才是一个家 可以营造的 那在这种情况 你就要连接到 教会里面来 为什么今天 许多人带着伤痛 进到教会 没有办法得到安慰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 在这里不安全 如果你觉得 这里是安全的 你一定会透露 你的心声 请帮我祷告 请帮我的孩子祷告 我们遇见困境了 这是一个家 可是你们没有 在这个家里面 做到这个东西 就已经没有 走在真理上面 因为面子比较重要 很怕人家传出去 对不对 然后传了之后 我的面子放到哪里去 你在这个家 讲面子 你把社会带进来 怎么会有耶稣 问你啊 所以 我们要调整的东西 好多好多 不是只是教孩子 听不听话而已 我们自己都已经不OK了 孩子怎么会OK 一定是从孩子 看见你的信仰 看见你跟天父 真神的关系 一定要记得 孩子是照亮 我们的一面镜子 所以我跟孩子讲话 一定蹲下来 问他 你可以教我吗 你可以教我吗 我不懂你的世界 你可以教我吗 你们愿意这样开口 跟他们说话吗 如果愿意 你会成功 你会练习到 成为一个好的父母亲 好 最后了 二十分钟 继续介绍 我觉得你这三个 如果做到明年 你已经头上有光环 我本来要介绍十个 我想三个就够了 因为呢 后面的更难更难 可是我现在可以介绍一下 话术 什么是话术 因为你们都去过 星光三月百货公司的时候 你看到戴帽子的小姐 他们跟你说什么 对 那你们去到日本餐厅的时候 一进去 他们跟你说什么 对 那个叫做话术 不管他高兴还是不高兴 不管他今天心情怎么样 在这个工作岗位上 他就要说这句话 那个叫做话术 也就是有一个剧本 你必须照着读 今天不论你高兴还不高兴 你想要学东西 我就找你 那回去就要练习 照剧本读 OK吗 很奇怪 现在又不OK了 刚刚要学方法 现在觉得很难了 好 要听 不如听真理 好不好 我比较会讲真理 我其他都不太会 因为我不太会讲方法 好 现在第一 话术一 我们先讲后面的缘由 后面的缘由就是 要跟他对话 也就是说 现在这是一个客人 进来的时候要对话 一定要记得13岁的孩子的脑神经元 因为跟着晃动改变的时候 他看你就是一个人 知道吗 可是12岁之前 他看你是爸爸 看你是妈妈 13岁的时候 他忽然间看你是一个人 也就是说你只是跟其他的人 差不多的人 好像其中的一个朋友 所以现在变成你要靠近他 因为你想跟他做朋友 你要靠近他 来 你们都有做过在教会做接待 你们怎么靠近一个不太认识 但是你又想跟他做朋友的人的方法呢 你们会做什么 要开口嘛 对不对 你不能在那边使眼色 或是嘴巴歪一边嘛 人家想说你中方 那可是你在家常常中风 有没有看到 你跟你的孩子说话 已经 那他就知道要做什么 有没有 所以现在重新跟他建立关系 要有话术 要说话 好像他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他 现在剧本是这样子演 你要靠近他 第一要有好奇心 好奇心 好奇心带来了所有的东西 好奇心可以跟他站在对等的立场 所以我们可以用好奇心 好奇心是第一个 那好奇心带出来的话术一 所谓的好奇心就是 你什么都不知道好不好 不要嘎嘎 你们又要被骂了 现在我们很多做父母就觉得 我懂 我什么都懂 可是呢 我们什么都不懂 因为新的年代的东西 整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像我一样 有非常大的好奇心 看到姐姐妹妹就说 嘿 好奇心的话术 第一个就是说 什么 很短哦 第二个就是说 然后嘞 后来嘞 听不下去了吧 好像在交友资源 结果嘞 第五个结论就是 哦 好 好奇心的话术就反复的练习 反复的练习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孩子回来了 就是说 你听 好像不识 还是你 你吃饭 还是什么 我不会学你们的啦 你们不知道一开口都是什么的 那 然后他可能就会开口两句 或是他都不说话 你就要什么 发生什么事呢 表情要像我一样哦 好像 欢迎光临这样子 话术的意思就是 站在这个职位做这个事情 你到房间去再这样 再冲啥呢 一出来就要这样子 什么 发生什么事情嘞 然后他就 那个就是我们学校啊 那个什么什么 然后嘞 然后后来就这样啊 后来嘞 结果嘞 你是听完了吗 讲完了没有 讲完了啦 哦 知道吗 好奇心的话术 一定要练习 如果你转转念 就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 好 第一个是好奇心 第二个就是 OK吗 好 你们就要 哦 这样子 这个全部要练习 不然你有说话的习惯 直接就会 一下就出来了 好 这个有了之后 第二招 话术二 就是 无理由 没条件的崇拜 程度越来越高 无理由 没条件的崇拜 你知道这个是要连结 他的神经元 青少年的孩子 他们在 他们在依附 就是依靠一个东西的 这个事情上 我们第一节有讲过 是非常强烈的 可是因为他现在要转型 就是他从依靠父母 要转到外面去 所以你变成要 去 广快站住那个位置 让他崇拜 懂吗 或是你崇拜他 因为你们互相 这样依靠的时候 他整个就会 回到你的前面来 因为你明明是父母 可是你现在 占据那个角色 明明是朋友 可是他要依附朋友 你变成是他朋友的 其中一个管道 你就成功了 因为起码 在他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的声音 还有机会出去 如果你没有这个机会出去 他相信的是朋友跟电脑 好不好 你一定要跟电脑竞争 站在那个边 当成一个对象 所以无理由的崇拜 不是崇拜你 是你崇拜他 他有多烂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一定 无理由的崇拜 我的青少年 就是话数一 又来了 哇 你这么棒啊 你这么棒啊 哦 我的天啊 你知道这同样 这些话的表情不对 可以是变成另外的哦 有没有 就是说 哦 我的天啊 哇 你这么棒 你真狗 你真狗 好不好 你现在是星光三月的人 你就要做到话数 你不论这个客人来 对你怎么样的糟蹋 你都要说 上电梯 请上十二楼 有没有 他不会说 上电梯 我给你停起来 不会 对不对 他一定话数一 欢迎你 话数二 然后告诉你在十二楼 同庄部 对不对 好 话数一 哇 你这么棒 不论他讲的 有多烂的东西 比如说 他说 我数学没考过 你要用好奇心 还是无限的崇拜 选一个啊 真实的例子就来了啊 哎 练练看啊 你们不是喜欢方法 练练看 你要选了 所以你的话数有好几个 对不对 你现在要用哪一套出来 要想清楚 你不要说 我数学没考过 哇 你这么的棒 就不行 你就要说 哇 什么 发生什么事呢 你就要用刚刚那个 懂吗 你要练习 这是对青少年 十二岁以下不能用 不能用 十二岁以下就考那么烂 还敢跟他讲什么讲 要这样子 因为他依附你 你一定要有权威 十二岁一过就没有了 好不好 好 我的天啊 这样子 话数三 无限度的崇拜 就是说 哇 我真希望可以学你这么一点 这个全部都是新的语言 那这些他听得懂 话数四 你可以教我吗 你可以教教我 好 这个看起来都是要 好像说 啊 有孩子都不用教 糟糕 那我一定要提醒你 十二岁之前你都教过了 你不要急着在这六年再教他 因为你一教 结果就是他离开 那你一不教 十九岁他就回来 他的心就回来 所以你要选择 好不好 这个我没办法强迫你 因为你可能真的有你一套的黄金纪律 我没有办法 可是呢 我就是建议你我知道的东西 这六年你必须忍耐 你做司机 你做用人 是在这一段时期 好不好 可是你做爸爸妈妈 是在十二岁以前的那个时期 假如你现在的孩子 刚好落在青少年时期 你任命 就是说 主啊 我现在的工作是司机 是仆人 好不好 懂吗 又不OK了 你们真的好矛盾 要学 然后就学一半 你们就是要照你的意思 你们那么爱学干什么 你知道你听完这 司节课之后 没有做 是主耶稣找你 不是找我 那么爱听 叫你回家又不去 奇怪了 你听完你不做 你知道是找你吗 主耶稣就说 听了还没有改 好啊 让你看一下 你知道吗 你不听反而好 你在家现在在那边打 耶稣就想说 啊 他又不去上课 有没有招 有没有 叫你照你就不照 好 黄金纪律 这个是 无理由的崇拜 好不好 再来 第三个就是 感谢 感谢 好 听不下去 你还要感谢他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吗 是因为 你要帮他连结 因为你是一个感谢的形象出来 他就会连结 他跟耶稣的关系 他也要感谢 可是这个完全要用深叫 他不能用言叫 不能说 你要谢谢我 我给你吃 给你住 你要谢谢我 可是他看见你 没有谢谢耶稣 也没有谢谢他 他不能连结 注意这个 是这个时代的东西 所以第三个 感谢 感谢有话术的 不是很抽象的 话术一 来 怎么样感谢客人 谢谢光临 对不对 谢谢你今天还会回家 今天如果你们的青少年 没有在现场回家练习 他会吓一跳 他觉得你吃错药 没有关系 五次之后 他看到你不一样了 可是今天青少年 如果有在现场的话 回家 让他们练习一下 不要吐槽他 说 我知道 今天你用话术二对付我 谢谢你跟我讲话 你知道我营造这三个东西 是做什么吗 把他的怒气拿掉 你要忍 你要跟我一样学 因为怒在他的身上 是一辈子拿不走的 不能给他 那透过几个话术 是帮助他把怒气拿掉 你其实是在帮耶稣 制造一个好的机器 给耶稣用 知道吗 好不好 其实看 因为你这么有心血 你不能一直给他怒气 你一直给他怒气 他以后服侍主 很恐怖 好不好 谢谢你跟我说话 然后 全部都是谢谢 你们敢不敢讲第三句 谢谢你还爱我 非常有用 如果你开始练五次之后 我告诉你的孩子 从心里面爱死你 可是请记得他是青少年 他在震荡 他不会表现给你看 所以你会失望六年 你一直做这个白宫 做六年 在星光三月做六年 但是呢 他十九岁那一年 他会知道 你是世界上最爱他的父母 你可以试试看 可是你可以用你的原来的方法 也OK 但是呢 也可以试试看 因为我很怕他们生气 因为他们的怒 会影响信仰 就是后来这一块会很难做 那我们教会因为还没有在 很全面的推辅导 其实你没有一个管道 可以让他们去接受帮助 没有 你既然没有这个管道之前 你能够做的是 你们自己父母亲 想办法帮助你的孩子 跟信仰连在一起 这样好不好 这个就是我 大概大概大概分享的几个 那你可以参考一下 刚刚的三件事 现在的三件事 然后搭配运动 搭配什么 这个就是在做治疗 那这个就是说 怎么样跟我们的青少年 重新展开一个对话 一个练习的开始 可是这个真的不容易 我一定要提醒你 不容易做 因为你有情绪 你有许多过往的经验 可是你要知道吗 大部分大部分的情绪 真的真的 不是它惹你生气 真的真的 是你原来的家庭 给你的怒气 不是你的孩子 可是你发在你的孩子身上 对他是不公平的 因为你过去的成长 其实很辛苦 你的爸爸妈妈 不允许你做许多的事情 你明明就是一个人 可是你要忍着那样的感觉 继续地走这条路的时候 你的心中 其实充满了很多的愤怒 那个愤怒已经影响了 你的神经元的连结 以至于到今天 你听得到 不会行道的这个困境 可是这个怒气 是你自己要去 跟你自己的原生父母 原生家庭去解决的 不是跟你的孩子来解决的 你们一定要知道 因为你们的孩子 将来要走进婚姻 所有你现在给予他的东西 都会带进婚姻里面去 你们何其忍心 让他在婚姻里面受痛苦 你懂我意思吗 所有婚姻上面的困难跟折磨 都是从原生家庭 一个一个累积进来的 明明耶稣基督 透过他的介入 生命传导到我们的心中的时候 明明耶稣基督可以救我们 拉我们脱离这样的苦境 过去原生家庭 我们没有办法回到历史 重新开始跟我们的父母说清楚 讲明白 可是耶稣基督的爱 透过圣灵 穿越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 他其实会抹平 抚平我们所有成长以来的伤痛 可是为什么我们把那个伤痛 一直拿回来 发在我们的孩子身上 耶稣基督的功用到底是什么 他其实就是要用爱 抚平我们内心过往所有的伤 可是我们祷告一回事 站起来是另外一回事 耶稣怎么帮我们 无能为力 无能为力 你如果想到这一点 你就想 今天为什么你对你的孩子 也无能为力 是因为 耶稣在你的身上 帮不了你任何的东西 你执意地往前走 不理耶稣 那你的孩子今天是不是做同样的事 如果是的话 你知道原因在哪里了 他要你回想 你跟阿爸父是怎样的关系 太重要了 你失去这一点 你没有办法做父母亲 你顶多做佣人 你生他养他 接着他拜拜了 懂吗 要去想这个问题 这就是天父真神 为什么给我们孩子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的忍心 他的伤痛 他在天上的落泪 跟你今天在生活里 是一模一样的 他完全知道 你的感觉是什么 所以你要认真的听 认真的想 认真的祷告 去跟耶稣说一声对不起 这样子就会有新的开始 因为圣灵会穿越时空 抚平我们自己 在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 那那个伤痛 神用他的大爱 一点一滴地抹平我们 我们才有那个能力 去爱我们的孩子 不然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去爱他们 我们最多充其量 只能说管理他们 你知道在公司里面 你可以管人 是不带着情感 你要fire他 你要应征他 完全是你的一生令下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什么是管理 可是如果你把你的孩子 当成管理 你就对不起耶稣 因为耶稣叫你要用爱去爱他 让他在心中成长 耶稣爱的形象 是透过你 而不是透过我 所以你要记得 你的工作很重要 最后的五分钟 要回答几个问题 你们的问题真的很少 非常的赞美主 如果孩子已经行为不当 宠坏了 脾气不受到控制 父母亲也舍不得处理 不打也不骂 请问该怎么办呢 那你们现在听到之后 他写孩子 我大概会想 可能是十二岁以下的孩子 那如果父母亲已经舍不得 也不打也不骂 那我觉得 我们也做不了什么 因为你不能冲进去 做他的父母亲 因为他的父母亲 已经不甘了 你在旁边的人 做不到任何的东西 知道吗 知道吗 你只能迫切地祷告 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这个问题很简单 就是你做不到任何的事 做不到就要说做不到 不知道要说不知道 孩子晚上会出外 不回来 请问该怎么办 这样子 孩子一般会外出不回来 我们会联想到的东西 就是怒气的问题 生气了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温暖 也没有地方可以说话 所以我往外走 那假如说这个教会 也让你有这个感觉 你就没有那么喜乐 想要走进来 懂吗 你只是不得已 勉为其难地走进来 然后很快地想走出去 有没有 一样的道理 那是因为你有生气 所以我们的孩子 也会生气 孩子如果晚上 常常有方法告诉你 一二三四 不同的花招 告诉你他不能回家 是因为他里面在生气 生气的孩子 要从这边练习 父母亲要从这边练习 那三个要做 今天有学到 可是如果没有去执行 也没有去练习 我也帮不到你 就继续也没有关系 反正明年我们会再来一次 多听几次可能就OK了 你下次就可以来讲了 真的啊 你学这几招 下次就来讲 好不好 台中就可以请你去各地演讲 那也没有关系 那最重要是我们的心中 要有耶稣的爱 那个爱有够 才有办法教孩子 那个爱不够 你大部分情绪是很波动的 那上课的东西就是这样 只能尽力而为 讲到这边 他没有办法真的拉着你 往前冲 完全是在于你自己的动机 愿意 然后跟主耶稣支取的力量 这个很重要 大概就是这样 有没有想到忽然额外的问题 没有 就巴豆腰咯 我要谢谢你们的认真 不论怎么样 我们都共同度过了四节课 一定要记得 这只是我个人 对这个事情上 一点点的分享 它不是全部 所以你要多听 多看 多学 那你愿意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 你愿意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 在我们经历的这么多的家庭当中 有许多许多 是需要透过祷告的双手 去帮助他们重新的建立 可是呢 我们真的要练习我们的嘴巴 当我们听到的时候 要避起来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家庭的困扰跟困境 不是我们传出去就可以得到帮助的 而是我们放在心里面 为他们祷告 那因为这个家庭里面 在这个环境里面 就是一个神的家 其实是充满爱的地方 可是我们如果觉得 在这边我们不能够谈 面子很重要 我们其实要去想这个问题 是不是我没有走在真理上 是不是我隔壁的同龄 也没有走在真理上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要一起起步走的时候 可以透过讨论 去讨论一下 我们怎么样营造这个家里面 变成一个快乐的 充满爱的地方 这是我最后给你们的鼓励 希望我们还有机会 再见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基础上 去看学更多的事情 谢谢你们 可以透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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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